前段时间,雅士兰在宣布将以近200亿元的价格收购品牌Tom Ford 这笔交易将于2023年的上半年完成 对于这个品牌,大家自然是不陌生的 毕竟,谁还没有一只TF家的香水或者说口红呢 然而,说到Tom Ford品牌的创始人 大家想要听一听他的精彩故事吗? 毕竟,他可是被名利厂主编Graden Carter这样称赞过 Tom Ford本人帅到是所有见到他的女人都想和他上床的程度 哼,那你们也看到他长啥样了,你们想吗? 他这样一位处女座帅哥,长相看似花花公子 但他实则和本频道之前介绍过的处女座老夫爷一样,也是个情种 他和爱人自1986年开始相爱,直到爱人在2021年离世 他上一段恋情,持续了整整35年 只要是小伙伴们对Tom Ford的呼声真的很高啊 我说什么来着,我的读者都是老色鬼 没冤枉各位吧 那今天,Tom Ford系列视频将在本频道正式开始连载更新 那些感兴趣吵着腰看的小伙伴们啊 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创作者 全新的时尚故事会,现在开始 1961年,Tom Ford出生在美国的一个中产小炕之家 其父母都是房地产中介 其中,他的母亲还是一名小作家 这一位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据他本人接受Vogue的采访 自六岁起,他就喜欢重新布置家里面的家具 也会给父母提供装造穿搭建议 可见,他或许生来就是要做美学时尚相关的工作的 17岁的时候,他来到了纽约大学读书,修读艺术史 也正是在学校里面,他认识了Ian Falconer Ian成为了Tom Ford的初恋男友 也是Ian带着Tom Ford来到了纽约最著名的夜店 54 Studio 而这个夜店则深刻地影响了Tom Ford后来的设计美学 哇,一个夜店而已,这么厉害吗? 我们现在就来插播一则关于这个夜店的小资讯 据不完全统计,光顾过这家夜店的时尚名人明星 那可太多了 有当时还未长胖的老佛爷 有还未给老佛爷戴绿帽子 两人当时私交甚密的圣罗兰 值得一提的是,圣罗兰著名的鸦片香水发布会 就选在了这家店里面 此外,雪儿会在这里跳舞 Grace Jones会在这里表演 在夜店里面随手抓拍一张全是时尚界巨头 比如这张照片 美国著名设计师Hosten正在亲吻Diana Ross 此外,Bianca Jagger和Andy Warhol也在镜头之中 这个夜店很奢靡,有极高的入门门槛 因此有非常多的名流常年混住其中 里面充斥着酒精、药物甚至是性爱 1970年代就是性解放的年代 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艾滋病这个事情都敞开了完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夜店里面的这些画面 1970年代这些时尚巨头的着装打扮 对于刚成年的Tom Ford来说是极其震撼的 Tom Ford年轻的时候长得确实就是挺帅的 所以当这样一个人来到了54 Studio 他手上的人脉渐渐多起来 是非常意料之中的事 于是他从纽约大学辍学 不学艺术了 开始靠脸之外当起了商业模特 而至于为啥模特当了一阵子就又不当了呢 根据他本人自述 是因为他当年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发现 他的这个发际线有点危险 要是继续做模特这份对外星有着极高要求的工作 恐怕是不会有前途的 好啊 我终于发现我和Tom Ford的共同点了 就是虽然年纪轻轻的 但他起先都破高 后来意识到模特这条道路 走不长久的Tom Ford又重新回去读大学 他来到了著名的帕森斯学院修读室内设计 帕森斯当时在巴黎和纽约都有分校 Tom Ford在巴黎的那段时间 他就来到了时装屋扣衣做实习生 由于不懂服装设计他当时应聘的岗位其实是品牌公关 长得帅又会social的美国佬在巴黎确实就是很适合做这个 有点像南版艾美丽在巴黎 因为这一段实习也因为在夜店54studio经历的种种 他开始对时尚感兴趣 所以在帕森斯的最后一年他选择了修读时尚课程 但是毕业的时候他拿的依然还是建筑设计的证书 于是呢毕业之际找工作就成为了Tom Ford比较头疼的事情 他是想做服装设计师的但他又没有相关的毕业证书专业不对口 当年他在巴黎品牌扣衣那儿的公关实习经历 也和设计没有关系 那这可咋整呢 他的做法就是放下身段死皮赖脸 为了能够到Cathy Harvey的品牌下工作 Tom Ford连续一个月每天都给这个品牌打电话 百班求索只为能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 品牌主理人Cathy呢则被Tom Ford搞得烦了 于是就给了他一个面试机会 而Tom Ford居然还真的成功通过了面试拿到了这份工作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 嗯正在求职的各位小伙伴可以好好学好好看 主理人Cathy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回忆到 在当时I have every intention of giving him no hope 我完全不想雇佣毫无经厌的Tom Ford 于是Cathy就问他 你最喜欢的欧洲设计师是谁啊 Tom Ford扫了一眼Cathy本人一身的装装打扮 然后淡淡地回答 那必然是Armani and Chanel Cathy心想 哟这小孩有点眼力见啊 于是Cathy就给了他设计助理的岗位 Tom Ford给我们上的职场第一课啊 那就是要懂得投老板所好 必要实拍下马屁 说不定福气就在后头 你的福气在后头 因为在品牌Cathy Harwick的工作经历 Tom Ford在1986年遇到了自己人生中 相爱了35年的爱人Richard Buckley 理查德同时也是他成功路上的贵人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插播一则恋爱小故事啊 内容整理自Vogue和两人接受各种采访的资数 他俩彼此认识的时候Richard38岁 Tom Ford才25岁 大他13岁 理查德在当时是WWD的时尚编辑 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是在纽约时装桌的后台 当时Tom Ford就觉得 这理查德的眼睛有点好看啊 而理查德也觉得 这个25岁的年轻小伙有点帅啊 当时这位38岁的中年男子呢 心中死了很久的小鹿 又开始活蹦乱跳了 第一次见面 当时两人都没有交换联系方式 而第二次见面 则是作为品牌设计助理的Tom Ford 要到WWD去借衣服 巧了 这不就是理查德的地盘吗 理查德呢 他当时正在摸鱼啊 和他办公室的小姐妹聊 自己在时装桌上遇到的天菜衣 谁知说曹操曹操到 Tom Ford就直接带来他面前 很多灵啊 看到衣就是真的沉不住气 理查德呢 他主动请衣 要亲自带Tom Ford去WWD的衣裤 然后两人在乘坐电梯的路上 理查德也一直在那边 叭啦叭啦叭啦 试图找话题 理查德是这样回忆的 全程我就像一个学生妹一样过躁 不停地在挑逗他 我恨Tom像个安静的木头 站在那一句话都不说 显得我真的很倒贴很蠢 而Tom Ford这边呢 他则是这样回忆 他俩一起坐电梯的场景呢 他好可爱 而且还是个蠢铃 他全程手舞足蹈 一边忍不住看我 一边又在努力地散发魅力 其实他很帅 而且他好成熟 所以他看起来很有威慑力 真是既让人感到兴奋 又让人感到害怕 在电梯里我就决定 我要跟他结婚 亲爱的我的老天爷 这种设定 有没有厉害的太太 过来写十万字网文 给大家火爽一下 第二次见完面之后 理查德知道 Tom Ford原来是在给Cathy工作 于是他就亲自 给这位天菜的老板 打了电话 后来Cathy就把Tom Ford 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和他说 这个理查德 看来似乎和你很配我 他是WWD的时尚编辑 他想和你约会 他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我们品牌需要他 你可以拿上我的信用卡 陪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那细品啊 这是好有本事的灵 所以大家看懂这个故事了吗 没有男人的时候 请努力工作 工作有所成就之后 追男人都事半功倍 在他们第一次正式约会上 当时25岁 还是个设计小说理的Tom Ford 一边刷着老板的信用卡 公非恋爱 一边和理查德聊 自己的雄心壮志 十年内 我必将成为百万富翁 且在欧洲 展示我自己的服装系列 听得此言的理查德啊 表面上 哇哦 弟弟好厉害 但内心 实则是这样想的 他真是疯了吧 世上行业只会趁他年轻 把他给榨干 然后再无情地 把他踢出去 Anyway 他们俩人在当时是 彼此互相喜欢 理查德没有怎么费劲追 两个人很快就在一起了 并于一个月后就同居了 理查德是这样回忆 这一段同居的经历的 在Tom之前 我已经经历了好几段恋爱关系 所以我会注意 不再在这段感情里面 犯之前的错误 我已经学会了 和别人保持适当的距离 1986年的新年夜 我们没有出门 待在了我的公寓里面 我给了他一个 Tiffany的盒子 里面是我公寓的钥匙 他第二天就搬进来了 哇哦 不得不说还挺浪漫的 那学会了吗 以后不知道怎么 开口邀请伴侣同居的 可以借鉴一下 当然了 想必各位的当务之急 那就是 先拥有一个伴侣 我知道大家都很寂寞 谁不是呢 说为他们俩 理查德和Tom在一起 三年之后 也就是在1989年 理查德确诊为 咽喉癌第四期 但好消息是 Tom Ford对他不离不弃 两个人一起度过了 后面30多年漫长的 不间断的治疗时光 1990年 两个人已经在一起四年 而在时尚行业 打工了四年 29岁的Tom Ford 已经开始厌倦美国时尚 而理查德在这个时候 刚好从他的好闺蜜 一位Gucci的高管那儿听闻 濒临破产 丑闻不断 设计过时的骨持 正在招新的女装设计师 于是 在男友的极力推荐之下 Tom Ford就拿到了这一份 将改变他命运的工作 两个人就此 从美国的纽约 一起搬到了意大利的米兰 在审视他们俩这段关系的时候 大容在提到 拥有明星设计师光环的 Tom Ford的时候 理查德似乎都成为 他的一个角柱 但对于熟悉这段关系的 朋友们来说 Tom Ford之所以能成为 近日的Tom Ford 理查德其实功不可模 就连女魔头安娜·宾图 都在邮件中这样写道 有理查德在身边 Tom才能够一飞冲天 拿到骨持女装设计师职位的 Tom开始认真地施展拳脚 从刚上任的 仅负责女装的设计师 到后来六个月之后 他开始负责男装设计 而到了1994年 四年过去 他已经升为了骨持的 全线设计总监 但是发现没有 他第一次和理查德约会时 说出来的 他将成为百万富翁 且会在欧洲发布 时装系列的这个豪演 居然真的提前实现了 Tom Ford成功地 复制了老佛爷 从真相那样的道路 他也成功挽救了 冰死的骨持 一时间 他成为了举世为名的设计师 到1999年的时候 骨持也已经翻身 成为价值40亿美元的品牌 那么 Tom Ford在骨持 都做了些什么呢 他把他当年在夜店 54 Studio感受到的 融合了奢靡 华丽 性感 这三大关键词的美学 细数搬了过来 我们能从这一系列的设计当中 看到1970年代 蜂蜜美国的 Hoston风格 对Tom Ford的影响 而在他之后 老气横丘的骨持 开始变得摩登 以往 平平无奇的广告大片 也变得 情色意味十足 这些片子 光是看一眼 就让人想要停下来 细细观察 叫人互相连篇的程度 最经典的名场面 应该就是 卡神 Carmen Cass 拍的这一则广告 Tom Ford甚至让他 把下体的毛 剔成了字母G的模样 图片反正我是忘了 审核能不能过 这一期视频 你就自己自求多福吧 Tom Ford真的很会擦边 也很会玩转性感 但对于他的评论 却总是两极分化 很多人就说 Tom Ford 这是在物化女性 但Tom本人就这样表示 我不仅物化女性 我也物化男性 我是一位公平的物化者 确实他说的没错 随着Tom Ford 飞升国际 他的爱人理查德的事业 在这几年 也迎来了新的高度 1995年 他正式成为Vogue 国际版南开的主编 我们是为Tom Ford 1999年 古迟被PBR收购 PBR接下来 还分别收购了 宋罗兰 珠宝品牌保时龙 BV 巴黎世家 以及麦昆 那其实PBR 就是后来我们大家熟知的 开云集团的前身嘛 当时这个PBR集团 在收购了圣罗兰之后 就让Tom Ford 在保留其在古池的职位的同时 去兼任圣罗兰的设计总监 希望他能够重现 他在古池所取得的辉煌 去助力圣罗兰起飞 Tom Ford本人 他接受了这个任命 他把他在古池的那一套 又搬到了YSL上 从他负责的两则 圣罗兰的香水广告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依然是在大玩 人体性感美学 但此举 就让圣罗兰先生非常不高兴 看完他的设计 圣罗兰先生更是发出这样的评价 虽然设计不怎么样 但这个可怜人已经尽他所能了 Tom Ford为了讨品牌创始人欢心 还特意做了一场秀 来致敬圣罗兰先生 他让现场模特 都戴上了圣罗兰先生 那一副标志性的黑光眼镜 但圣罗兰先生吧 他选择拒绝出席这场秀 甚至他还跑到了 隔壁迪奥的男装秀去捧场 故意要给Tom Ford脸色看 也是从此刻开始 时尚界独舍的编辑们 开始借题发挥 说Tom Ford就是一名 只会靠贩卖性感来取巧 设计实力其实是非常 发展可乘的 这么一位商业设计师 他的水准远不如圣罗兰 这样有真材实料的 高级时装大师 那各位 你们怎么看呢 2004年 由于集团领导高层收紧权力 Tom Ford的创意空间 被极度压缩 于是43岁的他选择了离职 Tom Ford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说这一次从古吃离职 就是妥妥的 Mindlife Crisis 中年危机 毕竟从1990年到2004年 他为这份事业 已经付出了整整15年 然而后面的故事 大家也知道了 是三岁时面临的 中年危机算什么 毕竟Tom Ford真正精彩的 从百万富翁 迈向亿万富翁的旅途 才刚刚开始 预知后事如何发展 还请各位点点赞 耐心等待 下一期已经在 马不停蹄剪辑当中 很快就会大家见面 关注我 这里有更多深度有趣的 市场资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